BABY 創辦人 G-Cook E 在台灣看到自在烘焙店的潛力 於是在灣仔開設了自在烘焙店BABY 她表示 BABY 開幕時邀請了不同的KOL 名人和媒體出席 增加曝光率 對現時的發展幫助很大 除此之外 社交媒體亦功不可沒 未開這間店前兩個月 我已經在做很多不同的IG 和Facebook 社交媒體的推廣 令到我4月1日是營業 4月1日已經有媒體報道 4月1日晚上已經有媒體出席 2日我已經開始有客人 Facebook 將時下年輕人 喜歡打卡的心理和控陪結合 提供自拍棍 打卡位給客人認賞 吸引了不少KOL和客人光顧 更加將自己的作品 分享到社交媒體 控陪團剛成立的時候 主要的目標客群是Facebook 的粉絲 現在就變成C制代 即是96後 亦成為他們推出新產品的指標 一開始品牌的定位都頗重要 我們一開始就會知道 我們會走一個 Affordable Luxury 如果當你是有Luxury的感覺 但又Affordable 那就可以兩邊 即是會比較Mass Market 很多人都會喜歡 因為他們可以用親民的價錢 去買到一些看上很奢侈的蛋糕 雖然同類型的Home Pay店越來越多 但Fenix對自家的品牌很有信心 它表示會從產品、品牌和服務著手 保持在市場上的競爭力 未來都會提供更多元化的服務 第一,就是我們那個App會更加進行 會比較多個人化的選項 亦都可以在家裡自己下載 第二,我們會著重在我們的R&D 我們的KID的產品方面 我們會不停研發新的食譜 給大家享用 第三,就是我們會推出一些 我們屬於BakeB的DIY產品 那些In Green Kit 你可以在家裡做到